林口东南社区在民国87年成立到现在 不论是在共餐还是关怀活动这些部分 因为努力的用心经营 所以成果备受地方的肯定 也因此林口区公所今年就推败东南社区 参加105年社区业务的评鉴深获好评 新北市105年社区发展工作评鉴小组 18号上午前往林口仁爱活动中心 进行社区业务评鉴 公所表示今年区内推派东南社区发展协会参加评选 经过初步的书面评选已经通过 当天将针对东南社区工作项目进行评鉴 我们南口人民的社区可以国家发展 国家社区可以跟东南社区同样 让大家国家的照顾 让大家生活品质更好 今天东南市接受新北市 就是社区发展的一个评鉴的工作 评鉴的话等一下是我们已经通过初审 就是书面的审查 现在等一下是一个实地审查的一个情形 评鉴的细节将针对社区会员大会 财务等做书面资料的审核 并听取社区发展目标及各项计划内容进行评鉴 我们从87年1月11号成立到现在 95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就是老年共餐 其实像7年的话我们得到了7个奖项 等一下大概也会都在简报里面看得出来 感谢志宜志工每天都付出 平常社区对我们社会举斗很多社会福利工作的推动 那这是我们一年一度的一个社区发展工作评鉴 那主要是针对我们的社区 基优的社区 那我们评鉴之后 当然会有相关的表扬 那也会针对特优的单位 提报参与全国的一个竞选 那今天到东南社区 其实可以看到包括老人共餐 包括社区的相关活动 都非常的一个支持跟推动 那也把志工的一个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我想这是我们对东南社区非常肯定的地方 东南社区民国87年成立到现在 这次代表区内参加评选 充分显示社区工作上的努力及成果 经过多年的用心经营 无论在共餐、关怀访试、社区活动等等 屡屡获得是福的表扬 同时也深深地受到各界的肯定与支持 记者林口采访报道